這裡 家裡地板出現好深的裂痕 跟牆壁間的接縫處 整個分離變成一道地溝 房子沒辦法住 台東池上香大坡村的居民 心中已經留下陰影 就怕地震又再來 大家都不敢回去睡覺 是一大帳篷啊 睡車上的睡車上這樣而已 要等這個遺震都已經沒有了 他才敢睡 有電啦 也沒有水啦 沒有水了 那個水管破掉 地震那一天就停了 直到現在啊 對啊 918強鎮鎮央就在台東池上香 六強鎮渡當地居民超有感 第一時間跑出門逃命 儘管人沒事 但房子毀損範圍很大 要修復恐怕是大工程 到現在目前為止 還看不到 縣武的官員來關心我們的民眾 跟我們的主人是這樣子 商工所出錢 民眾出力 團結單起修復家園的工作 自己灌水泥填補地板軍列 辦公合作把凸起的板塊產瓶 位在正央區村民首當其衝 但花蓮地區災情似乎更嚴重 他們發現那個 池上的那個災純沒有那麼嚴重 我想可能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要考慮的是地震波的方向 不同的地震 它有不同的那個頻率 主要的頻率是什麼 根據建築物的材質跟土壤地質不同 受到地震波及的損害程度也不一樣 這回地震影響 振興村跟大坡村相對嚴重 儘管工程人員已經到場檢查水管管線 但有些村民還是無水可用 只能咬緊牙關 繼續重建家園的工作 TV也希望留情黃靜芬台東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